大家好 首先要介紹自己 我是衛生署健康促進署的其中一位臨床心理學家 大家可以叫我做何先生 今天我跟大家講一個題目 就是講如何在疫情裡面找到幸福的感覺 關於疫情 其實我同事都講了很多疫情壓力來源 或者如何睡覺睡得好 那方面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參考我之前同事的短片 我今天跟大家講 找到幸福的感覺 很多人會問 究竟是幸福 什麼是幸福呢 如果你問其他人 他們會說 最重要是開心 開心就是幸福 你問他怎樣會令你開心 他們可能會說 可以玩 可以吃好的東西 或者是去旅行 可以玩可以吃 或者甚至跟你喜歡的人 每個人都去旅行 都很幸福 有些人問 會不會只玩 只吃 會不會簡單 有些聰明的東西 比如說 學生 希望成績好 希望在工作的人 希望有前途 賺到錢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令我們 覺得幸福滿意的事 但問多一件事 如果沒有健康 上面的東西 就算你有都好 其實都打很大折扣 其實我們說健康 除了我們不染病 我們還要希望精神健康飽滿 我們的社交上面 有人令我們愉快 我們和他們相處 社交上面都感到健康 才為之幸福 我們去講講 我這個課題裡 是集中環繞說正向心理學 正向心理學 正向心理學就是 有一位心理學家 叫做沙利文博士 和他的團隊 在2000年的時候 提供出來 一個在心理學發展的方向 他們集中研究 有什麼東西會令人 感覺到生活滿足 愉快 他們會發覺到 有些令我們愉快的東西 是較為短暫 譬如是吃一頓好的飯 吃的時候會很開心 但過了一段時間 可能是幾個小時或幾天之後 基本上我們都忘記了 他們是希望找出一些方法 讓我們可以把握力都好 透過這些方法 令到我們幸福的感覺 會持續下去 他的方法就是牽涉很多實證 科學的實證 通常科學的實證 簡單來說 就是一班人的對照組 一班實驗組 實驗組 就跟著科學家 做一些特定的行為 特定的內容 接著隔了一段時間 譬如說一個星期 一個月 三個月 人之甚至是半年 之後量度一下 他們的情況 和這班對照組的人 有沒有分別 如果有一個顯著分別的話 即是說 特定的事情就有效了 可以有證據證明 他們是令到我們更加幸福 但反過來 如果之後對照組的人 和實驗組的人 差不多的話 即是說 好像沒有科學證據 說它有效 科學是可以錯的 但科學有一個好的貢獻 就是它令到我們知道 什麼是有效 有效的 繼續去做 但有些沒有什麼證據 說有效的話 即是說其實沒有什麼用 可以令到我們行少很多冤枉路 當然 三百人博士透過練習 他的學員 跟著做的時候 他們會發覺自己的生活 好像很豐富 就好像圖畫上面 添了很多色彩 甚至到以前 有一些他們未有的才能 都更加發揮得好出來 即是發揮他們自己本身的潛能 我希望今天 就引用回自己向心理學的理論 去建議給大家 跟著這些方法去做 希望大家可以在 就算在疫情裏面 都找到這些方法 令到自己可以 找到一個更加幸福的生活 從而保障自己的精神健康 其實 花女人博士找了其中 有五個很核心的元素 這五個核心元素 其實他們雖然獨立得來 它有互相緊構的 第一個就是正面的情緒 相對於一些很不負面的情緒 譬如說抑鬱、焦慮、擔心、失望、錯壞 他發覺正面的情緒 譬如說愉快、有趣 你覺得有人關心你的溫暖 你覺得免於憂慮、很安寧、甚至感恩 這些正面的情緒 其實是很核心地令到一個人發揮得好 如果當這些正面的情緒和負面的情緒 他的比例去到大約2.9比1 這個人的生活是綻放了很多積極性 他會做很多有建設性的事 他越面對困難的話 他會主動去想一些方法去克服 和他們正面的情緒 都會容易感染他們身邊的人 那你說 真的很好,但怎樣才能做到呢 怎樣做呢 他又設計做一個感恩的練習 這個感恩的練習就是要學員每天 記錄三件他們覺得好的事 跟著寫下他們發生的原因 持續一個星期 那個例子就是這樣 譬如說是這個例子 大家給點耐性 讓我盡量詳細一點講解一下 譬如星期一 你覺得好事發生 有清潔用品 有口罩 有洗手機 不用吃東西破 為甚麼呢 因為已經找到遲續的供應 不用那麼辛苦去找 你覺得身體健康感到平安 還沒有喉嚨痛 還沒有發燒 為甚麼呢 因為我有執行健康的衛生習慣 接著吃到好的梳果 因為家人體貼 幫你預備備 接著星期二 你覺得工作順利精神好 為甚麼呢 因為昨晚睡得夠 下班之後去打籃球 做運動 為甚麼呢 因為我想保障健康 打籃球很開心 令我愉快 接著吃到好的晚餐 為甚麼呢 因為我下午已經打電話給家人 煮我喜歡吃的東西 斬定了 星期三 限期之前完成工作 還有人讚 為甚麼呢 因為我變得好 我勤力 回到家見到女兒 自己在這裡溫習 為甚麼呢 因為她懂得大 懂得自律 第三件事 我又忘記了 又忘記了甚麼原因 不用那麼執著 可以的 不一定要追求完美 星期四 工作的時候 吃完晚餐 抓住時間 睡了個小小的午睡 因為呢 原因就是 因為我懂得善用時間 去補充休息 接著下班的時候 早了回家 為甚麼 因為今天交通很順利 第三件事 又忘記了 因為我想留白 不一定那麼刻意 一直跳下去 星期五 慢慢享用早餐 因為早了起床 15分鐘 在巴士上 見到有人讓助給長者 你覺得社會上 總有善心的人 今晚我親自下廚 為甚麼呢 因為家人今晚做節 星期六 很久沒見的朋友 突然間打電話來 為甚麼呢 因為大家想聊聊聊天 其實互相關心對方 你看到彩虹 真的很運氣 或者你收拾冬天衣服 要換季的時候 發現衣服裏面有些錢 失而復得 很開心 又是好運 星期日 放假了 一家人吃早餐 因為是家庭活動 接著 雖然早餐和家人行山 又是家庭活動 接著 那晚提早點睡 因為想補充精力 明天再去面對工作 透過你的紀錄 你會發覺 因為我星期過去 原來令到我們感恩的事情 是有這麼多的 你的生活沒有改變 你只是將它紀錄看 如果你遲了一段時間 你會發覺 雖然我的生活沒有改變 但是這麼多事情 值得我欣慰的話 其實都不錯 那接著 他就和學員去量度 過了一個星期之後 一個月之後 三個月之後 發覺這些學員的生活的滿足感 他們感覺到幸福的情況 都比之前高 真是有效 我希望大家捉住這個例子 在自己的生活裡面去印證 你說我個人都不是這麼多創意 這麼小的東西 我都記不到這麼多 大家可以上衛生署 家庭健康父母的網頁 有很多小項目裡面寫出來 例如是行山、散步、聽音樂、看電視 做手工、做煮菜 總之每個人化一個美妝都可以 你一定要找到一些 令你覺得愉快感恩的事情 希望大家去看看 在自己的生活裡面 去記錄出來 就是記錄 第一個感恩的練習 第二個幸福的元素是什麼呢 找到意義 意義這件事 是一個主觀和客觀的混合 譬如 如果在食肆裡面的員工 他負責是煮菜 他做這份工 煮菜出來 對他來說 最簡單個人意義就是工作 賺取薪金 對嗎 但這一頓飯煮出來 吃的那個 意義可能是很不同的 可能是一頓家庭團聚 甚至是母親節的飯 父親節的飯 意義本身是超越了市民的本身 當然 如果我們能夠在生活裡面 找到有意義的事情 這個意義代表了我們努力的方向 無論你用什麼形容詞 去形容這個意義 都好 可能是你的目標 可能是你的抱負 可能是你的夢想 或者理想 或者使命 他都會提供一個你努力的方向 有這個努力的方向 是會令到你有能力 有動力去排除困難 去達到這一點 透過這個過程 你會感覺到自己的生活 是更加充實更加滿足 很多人都會說 找人生的方向目標很難 怎麼找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練習 就是說 你回顧上一個星期裡面 那些好事紀錄 你逐項逐項看一看 你三去一些你覺得比較次要的 直到剩下三項 對於這個人士來說 他覺得工作順利很重要 他覺得限期完成 之前完成工作很重要 有人搶 他覺得要早點休息 明天有精力去面對工作 這個人的核心意義就是 原來他是事業型 他很強調自己工作實在發揮 第二個 他見到女兒溫習很開心 他今晚要下廚 一家人去做節 他要去行山 和一家人家庭活動 這是家庭型 第三個 吃到好的蔬果 打籃球 做運動 保障身體健康 睡覺 補充休息 這是健康型 其實每個人在自己的生活經歷裡面 你去選一些核心 令你覺得重要的東西出來 你就找到對你來說 較為有意義的事情 當然找到意義的例子 就是說 有人是 事業型 家庭型 健康型 或者什麼型 我希望大家 找到幾樣出來 因為生活的意義 不是限制一件事 或兩件事 而且 有意義的東西 隨著你人生經歷去改變的話 是會變化的 比如學生 最有意義的 可能讀書 成績 你工作的時候 希望事業 到你結婚 家庭重要 到我們身體 慢慢 未必完全健康的時候 保重身體也很重要 希望大家找到自己 覺得有意義的事 找到意義 好 第三個幸福的元素 就是全心投入 全心投入是什麼呢 即是說你在活動裡面 很集中 很專注 專注到那個階段 甚至你忘記了時間 那心理學家 如果你進入那個狀態的話 基本他們叫做心流 英文叫做Full 他是全神貫注秉隨集練 只是專注於當下 那 用回剛才打球的例子 如果大家可能看過球賽 兩隊很高級的球員比賽的話 可能打完最後十幾秒裡面 還是九十七比九十八 你看到他帶隊 他帶著球去進攻 被人攔截 轉身射了三分球 哇 入和入之間 未知 如果你那時候才問他 你感覺到什麼 他告訴你 他沒得想 他只是想著去進攻 但是這個階段 其實整場球裡面 很多球你不會記得 但是那一球 你就是會記住 很久很久都會記住 當時雖然我們不會有感覺 但是之後會給你一個很大的滿足 這是全心投入 怎樣可以做到這個這麼好的狀態 希望大家去找出個人的興趣 多作發揮 用回剛才的例子 那如果比如說你工作有意義的東西 你找到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用心去做 你喜歡煮菜給家人吃的 下廚 你喜歡做過的運動 打籃球的做多一點 又或者各類型的活動 可能是下棋 可能練書法 可能是拍照 可能是任何你彈樂器都可以的 唱歌、熱彈琴都可以的 你每個星期抽三至五小時 做那個活動 經歷那個正面的情緒 自得其樂 全程投入於當下 那當然 你去到那個階段 正在射球的時候 你問他是否擔心疫情 他也不理會 因為他忘記了那些東西 讓我們去忘記了那些憂慮 就是這個全心投入這樣的好處 好 接著有下一個元素 下一個元素 你見到嗎 那幅相片裡面 每個人 這麼的人像都是灰灰 深色黑色 有個人是色彩很特別突出的 原來他發覺一些感覺都幸福的人 博士就找出 他們會不斷希望自己做得好 他們希望自己會突破進步 如果問一個學生 拿90分 他很開心 為什麼 上次的80分 我們一個上次 同樣 一個拿90分的學生 他不開心 因為上次可能98 甚至100 原來有些人 他們不斷去努力 不斷去做 他們要突破 他們要進步 這就是我們每個人 追求幸福的時候 很核心的需要 那怎樣去練習呢 大家可以回想 任何人對自己的贊同 欣賞你的事物 譬如說 剛才那個例子 如果有家人讚過你煮食 好吃的話 就繼續去煮 那怎樣爭取成就 通常都是牽涉到 我們可以定立一些小小目標 一步一步地去 譬如用煮食煮食做例子 你可以每個星期 煮一道新的菜式 那三個月之後 其實你有十幾項的菜式 可能變成你的拿手很少菜 如果你沒有這些想法的話 希望我們有網頁 衛生署那些很多 教人煮送的資訊 都很豐富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做運動的人 希望改善自己健康 你都可以試一試 譬如說 每兩個星期行一段交野禁 如果六個月之後 就行十幾段 又或者甚至 你可以參加一些 導賞員的課程 去介紹給其他人知道 這個大自然怎樣美麗化 所以透過這些活動 你會感覺到 雖然每一次的一小步 未必是覺得很特別很厲害 但是透過一小步一小步 你這些一小步一小步的進步 會累積成成就 在做的過程裏面 你感覺到自己有信心做得到 也引以自豪 講到引以自豪的話 其實一定不會是一些 一做就做到 一做就做到的事 通常我們都不會覺得 是什麼成就 但是一小一步一小步一小步 就令你累積起來 變成你這些很開心的事 你找不到什麼很清楚自己的才能的話 又都可以上我們衛生署的網頁 牽涉到你平時厲害的地方 甚至到一些個人美好的品德 例如說是手信用 例如說是留意助人 你一定會剔到一些出來的 又可以瀏覽一下我們的網頁 OK 下一幅投影片 大家是否看到有什麼東西 很多人在這裡 幸福其中一個元素 就是正面的關係 沙利明博士 你會發覺 經常感覺到幸福的人 他們經常都和自己很開心 令自己開心 愉快的人都在一起 經常都有家庭活動 經常都和自己有好朋友相處 疫情裡面 大家可能未必可以 因為保持社交距離的原因 未必可以經常見 但是透過視像 高科技的東西 保持聯繫 這件事都很重要 亦都和我們很多科學化 醫學的研究一樣 一些經常接觸親密的人 例如說是剛剛做爸爸媽媽的父母 或者是熱戀的戀人 他們身體裡有一種荷爾蒙 是特別多的 叫催產素 這個催產素俗稱是愛的荷爾蒙 其實當你經常和喜愛的人在一起的話 那些荷爾蒙會比較多 其實這些關係 這些接觸 都令到我們感覺到一種溫馨 感覺到我們有信任的人陪伴在一起 感覺到他對我們很著緊 有一個互相幫忙 互相關係 互相支持的關係 透過這些接觸的話 會令到人感覺到更加幸福 博士有提議我們 其實如果我們想起 有什麼人曾經幫助過我們的話 我們要簡單的道謝 一些回歸 或者我們見到對方的話 分享一些個人的經歷 甚至你有一個樂於助人的行為 那個人雖然不明白 譬如在商場 你見到一個拿了很重的東西的人 那你幫他開門 或者你乘巴士的時候 你見到長者 你願意去讓個位給他 都會令到我們感覺更加幸福 他特別設計了一個叫做練習 博士就會說 要一些學員 默想一個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 跟著寫一段簡單的 一封簡單的短訊 可能是一百字 他做過什麼令你這麼愉快 你想對他怎樣道謝 要他拿著一封信 約這個人去見面 在當面去讀給他聽 讀完這封信之後 一個星期 他感受到自己很愉快 很感恩 很滿足 三個月之後 問回他 仍然是這麼開心 這個是一個挺好的練習 當然 有時候我們要這麼認真去道謝個人 在他的研究裡 他都覺得很催淚 其實都有些善情 大家都要記住這件事 其實適合自己的話 可以運用一下 但主題就是 對一些你覺得感激的人 表達你的謝意 好了 總結一下 這五個核心的幸福元素 譬如正面的情緒 你要記錄 練習感恩 跟著你在你的生活裡面 找出對你自己較為有意義的東西 甚至超越你自身的意義的東西 找出你一些很喜愛的東西 全心投入地去做 為自己定立一些目標 一步一步地令到自己累積一些成果 和多一點跟你喜歡的人 互相關心的人在一起 還有這五個元素的話 希望大家在疫情裡面 可以保障自己的精神健康 也同時製造多一點的幸福 好了 到最後的時候 大家要記住 如果有任何困擾 令你持續地擺脫不了 經常都記掛著 很不開心 或者很擔心 大家也不要再猶豫了 如果持續多個兩個星期 找人幫忙 因為我們的社會裡面 遇到困難的話 有很多人是樂意提出援手 多謝各位